今天我要去一个地方叫做 苏比海滩 虽然现在我们面对的是疫情 可是我们还是要 偷偷地出去玩 对不对 从我的骨折的时候 我已经在这里 大概有五个月没有出门了 没有出去玩了 我是说 我跟一些朋友住了车过去 所以我们现在出发 到了 所以我们去的现在是沙滩 这种最好的 就是 口罩了 挖 去个海滩要戴口罩 要去吃 早餐吧 这种疫情的时候 还有人来海滩 这个海滩还要给钱 500块钱一个人 看看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吧 菲律宾就是这样 你要去到哪里就要给钱 这个海滩也要给钱 海滩不是免费的吗 这里没有说很多人游泳 进去里面 不用 这里可以看到 好多鱼在这里游泳游戏的 以前我去的海滩蛮多人的哦 不过人很少可能是疫情的关系吧 疫情还有人来这里 太晒了 太清晰了 在这里呢 要小心 因为这里有的 菲律宾人啊 一天到晚就是拿钱 因为我们是旅客嘛 所以他们就会这样对我们 洛杰我们是外国的就好欺负咯 很多菲律宾人不可以相信的 for your information 那些懒惰的 那些又穷又懒惰的人 最好避免他们 他们真的会吃你的啊 一个群吧 回去啦 已经从苏碧过来了 回到家了 然后我可以说苏碧的旅程 也是蛮丰富的 因为可以看到很多鱼 菲律宾其实有很多海滩 有很多鱼给你看的 因为海浪不大 还有周围都是岛嘛 这就是我的旅程 如果你们喜欢视频的话 记得订阅分享 要不然 Bye